河南太行山蜜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由起源蜜猴省级自然保护区 太行山近列近伐区 青阳白松岭自然保护区 灰县石门沟县级自然保护区 等几部分共同组成 陆老师告诉我们 保护区之间有效的串联 不仅促进了猴群之间基因的交流 同时也是太行蜜猴种群优化 和延续的关键因素 调查和掌握不同区域内 种群的差异和交流情况 也是他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陆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离开神龙山 前往15公里外的 起源五龙口猕猴保护区 行驶了50分钟后 我们来到了起源市五龙口镇 行走在五龙口的盘山路上 两边山石斗峻 古深牙膏 与我们之前去过的神龙山 有些相似 然而不同的是 在这里经常可以看到 三三两两的猕猴 蹲坐在路边 一路走上来 发现有很多的猴子 就站在这个路边 一点都不怕人的 是不是这里的猕猴和人 是比较亲近一些 那这地方因为它开展生态旅游嘛 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里面也有规定 就是保护区实验区可以借助动物资源 这个生物资源开展生态旅游 因为保护区的这个功能 三大功能 一个是保护 一个是科研 第三个就是科普教育 所以这地方 它开展的这个生态旅游 主要是观赏对象就是猴子 猴子跟人接触多一点 所以它就不是太怕人 陆老师告诉我们 保护区建立的目的 就是为了保护珍稀和宾微动植物 以及典型的生态系统 同时也为进行自然保护教育 科研和宣传活动提供场所 作为国内较早一批研究猕猴的专家 从2007年开始 他便带领学生 在五龙口建立了猕猴研究中心 专门从事猕猴社会行为学等 相关课题的研究 在陆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见到了五龙口猕猴保护区的 管理员匡三敖 我们现在是被这个猕猴给包围了 我发现近距离观察这个猕猴 长得还是挺秀气的 红扑扑的脸蛋 然后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而且每一只都是双眼皮 对 这是太后猕猴的台品 都是双眼皮 你可以递给它 这个都没关系 可以喂给它 可以递给它 手睁开就行 它有一只小猴过来了 大大小的 很快 很敏捷就抓走了 很敏捷 它不像其他洞 有爪子 有什么抓手 它手可以软 对咱们正常人的手掌还要软 它就相当于两岁孩子的手掌那么软 比较嫩 比较嫩 还是软 可以和它握握手吗 你把手清开 它可以扒住你 你好 你不这个时候喂它 那个时候 要高一点它可以扒住手 来 这个手感确实和 软吗 是很软的 和人的这个手的手感差不多 要差不多 对 今年58岁的邝三敖 是陆老师的老朋友 从1991年开始 就在五农口国家级 猕猴自然保护区工作 到现在已经30年 在这30年间 邝三敖像照顾孩子一样 心心照料着每一只猕猴 冬季的时候看这个猕猴 感觉它的体型还是比较健壮的 是因为这个冬天的毛发比较厚吗 对 毛发长 冬天呢 换的毛这个为了预寒嘛 所以换的毛就比较长 那在其他季节呢 那在夏天呢 夏天毛就短 夏天也要换一只毛 进入夏天之前也要换一只毛 就是夏装和冬装的区别 对对 那夏天看这个猕猴 是不是就是感觉要比较瘦一点 瘦 看着精神就是可壮那个那个 对 可精神那个劲啊 对 人家有点短发样 衣服也脱衣那个 好像 精气神很足 夏天是很足的那种感觉 现在你看那个红啊 现在说这个毛啊 你看 这个咱们看到 毛又长 又光又亮 它这个 跟夏季 完全就是两个概念 你现在看一下 导致长长的毛 上下就是 真的 是 我们在这边看到这几只是比较大一些 看到它的这个毛发 就像之前陆老师介绍的 是比较光泽一些 油光发亮的感觉 这就是不是能说明这个营养还是比较好的 营养比较丰富 这个吃得也好 所以说它那个毛发比较亮 你想当于营养 营养不正常的话 又干又瘦又黑的 就是这个道理 第一次与蜜猴近距离接触 借着胡心感到既兴奋又紧张 我们可以靠近看一下吗 那就是猴王 是这一群的猴王 拿出来了一根香蕉 抢啊 这还有呢 还有呢 还有呢 别猴急嘛 都是要喂给你们的 那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就是猴王 那刚才那个是媳妇 喂给你吧 对 猴王也知道 其实明显可以看出来 它们这个性格是不一样的 猴王就比较淡定一些 像刚才看到这个 体型比较小的猴子 就比较猴急 赶紧要抢 赶紧抢 它一打头在这儿 吃不上 它也是个 应该是等级的观念吧 对 等级很严格 邝老师告诉我们 猴猴群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 在休息的时候 猴王总是在猴群的核心位置 并享有忧心享用食物的特权 其他地位较高的此猴和幼猴 可以围坐在猴王四周 而地位较低的此猴和幼猴 则会被挤到猴群边缘 并承担着猴群安全警戒的任务 这个猴猴的社会结构是这样 它的群里面结构是以母系单元为基础 母系单元为基础 你比如咱看到这个 有些妈妈带着 带着今年刚生的小猴 还有这个小猴的姐姐 比她长一点的 他们往往聚在一堆 那不是以家庭为单位 它不是家庭 家庭 咱一般说家庭的话 就是父母双全加上孩子 这个叫家庭 它这个家庭呢 它这个结构单元呢 它没有爸爸 就是这个母系 有姥姥 妈妈 然后还有姐姐 对 陆老师说 猕猴猴群至今仍隐随着 母系单元的制度 女儿从出生开始 并会一直留在母猴身边 而儿子则会在四岁左右 并要离开家庭 去寻找和融入新的猴群 确实是像您说的 在休息的时候 它这个母系单元呢 就会划分得比较明显了 是一个小群落 一个小群落的 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单元呢 它们都是什么关系 跟我们介绍一下 它这三个 前面这是个姐姐 后边是妹妹 在这边这个 左侧这个 这个是她的孩子 她姐姐的孩子 你看那个 挨住这个 她妹妹那个 是她的孩子 就是体型比较大的 是姐妹俩 姐妹俩 那个是姨表 姨表姐弟 姐妹 后边那个是去年生的 前面一个眼睛 这个是前年生的 但是个头 看着是一样 但是前面这个年龄大 后边那个年龄小 对吧 与这些猕猴 打了三十年交道的 邝三号 几乎对猴群众的 每一只猴 都十分了解 甚至还根据 每只猕猴的 不同特点 给他们起了名字 现如今 他的儿子 邝振青 接了他的班 成为了家里的 第四大猴王 那像邝老师 您这么多年 来保护这个猕猴 平常跟他们的 这个交流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像对我出去最深的 就是他们的一种母爱 在某些方面 好像超过这么的人类 怎么体现出来的 怎么呢 比方说他生 这个妈妈 今年生小猴了 生了小猴 可能在一月 或者两个月之内 他的小猴 在花又不见全 他生出来之后 慢慢的就腰直了 腰直以后 他不会说 我随意地把小猴 就抛了 扔了 我不要了 死了我不管了 但是这个猴妈妈 他就会把小猴 拿那时候 尸体 尸体 一直拿 拿到什么时间 臭了 风干 一直在没事 就这样看着 那样看着 往怀界还放着 让他吃奶 因为他是动完 所以所以他 他不认为说 他是死了 他总认为 小猴还是活着呢 现在发现了 很多领长领 像金字猴 战秋猴 还有咱们这个猴子 都发现有这种 我们学术 叫死鹰鞋带 13年的时候 我们在这地方 首次发现了 这个死鹰鞋带 2009年5月 郑州大学 在武龙口建立了 第一个研究生 实践基地 通过长年的实践观察 记录了大量数据 为研究和了解这群 生活在亚洲 最北端的猴群 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一个山坡上 我们见到了 陆老师的一名学生 他正在对 猴群的日常行为 进行观察和记录 那像现在需要了解一些 这个猴群的什么行为 主要就是 他每天 他做了什么 比如说 他吃东西 或者是 礼貌 这些行为 给他做一个记录 我看你是拿了一个小本 这本子上记的是什么 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这本子上 就是记了一些 猴群的 每天的 就是他的 活动的分配 小苏 现在是郑州大学 生物学专业 岩尔的学生 他告诉我们 他这次研究的课题 是猴群的 社会行为学 由于刚刚来这里三个月 目前还处于 最初期的观察阶段 小苏现在主要 是研究一个 什么样的方向 我的课题的话 就主要采集一些 猴群的分辨 然后后续是在 是做一些分子实验 来观察猴群的这些 对他的遗传多样性 进行一个探讨 是从这个基因方面 是吧 对 遗传多样性方面 近年来 为了促进猴群间的交流 和促进猴群的 遗传多样性 保护区先后建设了 多条猴群绿色 生态廊道 方便猴群的迁徙 和互相交流 陆老师告诉我们 在起源的 河口水库库区 就有着这样 两座猴吊桥 那像这个水库建成之后 对于猴猴的气息来说 有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这个水面变宽了 过去这个河道很窄 猴子可能就可以 随意地可以过去 那水面加快以后 水深了 猴子就不能直接过 影响它两岸猴子的交流 那为了方便 这个猴猴通行 所以说在这个水库上面 是搭建了一座吊桥 就是我们身后看到的这座 是这个猴猴通道 对 这个叫索桥 为了方便两岸的猴猴交流 在建造水库的同时 设计者们在水库上 搭建起了猴猴探亲桥 吊索桥跨度250多米 宽1.5米 以此可喝在150只猴子安全过往 陆老师说 保护猴 不仅仅要关注 它们数量上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 要关注它们的基因交流和延续 除了猴猴探亲桥 各保护区之间 还在海拔八万米的地方 设计和搭建起了一条 绿色生态廊道 把原本分散开的几块 猴栖栖息地连接在利器 使生活在不同区域的猴猴 能够互相交流 这样也大大降低了 猴猴种群灭绝的风险 那像这些野生动物 它种群数量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保护区成立这么多年 我们主要保护对象 猴猴的数量增加 随着刚才说的 天然保护工程 推行还林 老百姓要迁出去 整个保护区的环境 植物状况都改善 那么改善以后 里面它所栖息的 其他的动物类群 也会增加 换句话说 我们把它叫生物多样性增加 那这个保护区 它的保护区的类型 就叫野生动物类型的保护区 保护对象 除了潘山猴猴之外 还有温带 这个森林生态系统 所以整个是一个系统的保护 那这样环境改变 环境增长提升以后 就是植被 里面它所栖息的这些动物 植物 就各种类型的生物都会增加 陆老师告诉我们 保护区成立至今 随着保护力度的不断增强 不仅猕猴的数量在周年增长 保护区里的其他物种数量 也得到了扩大 在保护区的这几天 我们不仅了解了 太行山猕猴的生存环境 也看到了这里 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随着人们保护意识增强 保护措施的不断完善 不仅仅是太行山猕猴 这里所有的野生动物 它们的生存环境 以及活动的空间 也在不断地扩大 当这些动物们 得到更好保护的同时 我们相信 它们的种群规模 将会更加的壮大